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傅 师傅我问几个问题 师傅我问一下被通灵人下杠头好几年还没走 他可不可以把名字换一下会不会更好一点 被通灵人下杠头 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概率也就是30%左右 30% 转不了大运可以转点霉运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 师傅问一下 就是同修梦见他 同修梦见他自己和同修住在一个房子里 房子是没有装修的 就是有点没装修的那种房子 有点小 进出不方便 梦里就是说他要把门弄得大一点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首先要看他 他比方说过去自己 现在自己住的房子怎么样 如果比还行的话 如果只要比自己的房子差 比自己房子差 就是他还需努力 如果跟现在差不多 说明他正在进步 如果比他的房子好 叫他不要好高无远 好的好的 好的 感恩师傅开始 师傅 就是 我前两 前几天有梦到我们参加新加坡法会 这是2017年的 然后 很多同修参加之后 好像一下子 好多人修得很好的人 都打包去了东方台了 就说我要去东方台了 好多好多人去了东方台了 我说怎么这么多人去东方台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真的啊 没有啊 将近有三分之一的人 就是多多去了 这感觉 实际上这就是一种 本身是一种 这个吸引力嘛 大家修得好了 都希望 你看看境界提高的人 都希望跟师傅多待在一起的嘛 哦 对的 那么他们就愿意 除非师傅以后 年纪年纪大了 不大能够往外跑了 我想很多人就会跑东方台了 如果 孩子经常往外跑的话嘛 一般还不会有这种情况 今后将来吧 年纪大了 讲不动了 那么很多人就会 一直在师傅身边了 明白吗 他们不想离开 整天呀 看着师傅学嘛 明白吗 嗯 明白 嗯 感恩师傅 嗯 嗯 师傅 你挺累的 听上去声音 没有啊 还好啊 就是喉咙有点哑 嗯 嗯 那你多吃点那个 能量糖 哦 哦 哈哈 师傅 还有就是 呃 还有就是想问一下 就是现在过年嘛 就是很多 呃 供修组的同修就是越来越多 然后嗯 就是碰到年尾 那么供修组同修之间就会比较频繁的 你请我请大家聚在一起吃饭 这样子好吗 如果谈的都是佛法 谈的都是戒律 大家一种联意 没有什么不好的 嗯 只要只要不要男女之间呢 钱财之间有各种人间的勾 这种这种这种牵挂 那你还是可以的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 嗯 感恩师傅 嗯 那师傅就是像供修组很多人难免会有一些生病开刀啊 住院啊 那么同修间探望往来可以就是送这种礼经这种形式吗 一般 一般少一点没有关系的 嗯 这不算 这不算 这不算什么敛财的 没有事的 这个是 嗯 以上往来一点点的 师傅也紧张 听课也开心 可能一下子松下来了人会有点累 这很正常的 哦 是 嗯 好的好的 嗯 感恩师傅 那里把揮上了 在把揮上的时候呢 有加持力 所以他不感觉得累 一回到家里 加持力没了 人就会松下来 哦 明白了吗 对 是这样子 嗯 明白了 感恩师傅 呃 师傅还有一个同修梦见他的爸爸 呃 说呃 他他梦见他的爸爸 他问他的爸爸梦里 说你在哪里 他爸爸说他在无色界天的二层天 然后同修还问了他 无色界都吃素吧 他爸爸说是的 等等问题 感觉是同修感觉是他爸爸回来看他 可是现实生活中他的爸爸没有死 是活着的 他也没吃素 也没念经 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啊 他爸爸从无色界天下来的呀 啊 哦 哦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 这还不明白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嗯 好的 好的 呃 感恩 感恩师傅 呃 师傅还有就是很多同修很热心的帮助大家设佛台 并且并 并且免费结约所有的佛具 呃 问一下师傅 就是说 设佛台的时候 就是说自己能做的尽量亲力亲为 是否更能体现自己拜菩萨的一份诚心 因为在帮助同修设佛台的时候 是不是也要一手包办全部免费结约佛具 让同修亲自一起参与佛 设佛台会比较好一点呢 自己 人家愿意做功德 人家做也可以 你有能力的 你为什么不做了 你有能力花钱买这个 请佛具的 你为什么不请啊 对不对啊 人家帮你设 你自己买工具 就是买那种佛具嘛 就好了呀 对不对啊 嗯 对的 嗯 好的 感恩师傅 师傅还有就是 同修要离开拜年 家里 家中佛台上的观世音菩萨 太岁菩萨和观力菩萨 南京菩萨 这拜年之中 就是用很红布遮起来 要横放还是竖放呢 红布遮起来 对他要离开半年 就是不要动他 也不要把他放下来 就直接红布遮起来 是吧 嗯 对啊 对啊 嗯 好的好的 嗯 感恩师傅 师傅还有就是 最后一个问题 有一个同修 他是做 做晚托班的老师嘛 然后 就是说 嗯 他可能教育的 思想就是 运用师傅的这个白话佛法 还有一些传统文化教育去教导学生们 嗯 后来就是他的名气可能有点小了嘛 然后很多一些班节里面的 考试考杂的插身啊 然后 爸爸妈妈没有的那种心理问题的 忧郁症的孩子都过来了 然后 呃 这个老师 这个同修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因为他有的时候很多 每一次 呃 下课回来很晚 就整个人很累 就没有能量嘛 就是 帮人家背了呀 就这样 这个夜背的很多嘛 对啊 你以为 你以为有名是好事情啊 有名 就是因为你帮人家背了 人家感恩你们 你才有名的呀 嗯 对不对啦 所以你想想看 你说他看 他现在帮人家背了 他又没有能量 对不对呀 他自己本身功力又不够 像师傅这种 我都觉得很累 何况他的 你看我给几万人 上千万人 怎么 怎么怎么教导大家 对对 但是还是累呀 你没办法 你这肉身啊 接甲修真啊 你这个甲还在呀 明白了吗 但是你没有这个肉身 你又 你又渡不了人呢 你说如果一个声音 整天在跟你讲话 教导你 你说你不要吓都吓死了 是的 你看不到这个人 整天有声音 他说来 我帮你这个脖子上拧一下 你突然间脖子上觉得 有一个人帮你在拧 你说你回头又看不见人 你说你说你不要被人家吓死了 听得懂吗 所以为什么菩萨要借我们的手来救人们 就是这个样子的呀 为什么师傅给人家握手 这种能量的加持 就通过我的手来给人家加持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听得懂 那还是让他大悲咒增强一点 然后 就是 就是 就可以了对吧 对啊 要注意了 对啊 大悲咒能量加强 一些负能量的孩子 尽量远离 不要什么人都讲 这样名气嘛 太小嘛 他自己得到的一些名啊 他可能会有一些开心啊 功高我慢啊 时间长了嘛 会有事情的呀 人家会嫉妒你的呀 最好嘛 低调一点 对不对啊 因为他用师傅这些白话博法 跟上课的时候一讲 人家觉得你是心理学家 师傅就是本来就心理学家 对不对啊 对 他们就觉得讲得太好了 家长都很支持 然后还讲什么台港的小故事 每天都讲 国际们都喜欢听 其实都是师傅把会上讲的那些故事 就是特别喜欢听 很吸引人 所以跟你说呀 叫他低调点 稍微低调点 我觉得他撑不住 好的 好吧 撑不住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 今天问题问我了 师傅你能保佑我们新加坡法会 能够顺利让更多的有缘人 能够顺利参加新加坡法会 好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再见 谢谢 喂师傅 你好 师傅你好 弟子给师傅请安 谢谢 师傅辛苦了 今天弟子分享几个 问几个问题师傅 在问题之前的弟子 分享一个同修上乡时 斗战圣佛 来了 给同修开示了几句 我分享一下 感恩师傅 说等一下 斗战圣佛给新法门 佛有慈悲开示 新法门是正法 这是天上公认的 我作为护法菩萨 理应大力护持 在天上法门与法门之间没有分别 只有在人间才有分别 一个法门的出来 是大菩萨愿力慈悲的所化 天地感动 佛陀也赞叹 观世音菩萨的新领法门 新领法门的众佛友们 你们知道吗 你们真的很幸运 多么难得呀 九节才能出来一个正法 真正正正让我们实修的人 回家的善法呀 多么不容易呀 多少人求都求不来呀 你们一定要珍惜呀 观世音菩萨真的很爱你们 你们根本看不到 我们看得到观世音菩萨 宁可自己受苦 也要让你们家庭好 事业好 全家幸福快乐 你们知道吗 新领法门 灵啊 真灵啊 关键 观世音菩萨是你们身后 嗯 观世音菩萨是你们身后的大树啊 你们可以依靠啊 有多少人有苦 有难了 一求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就划见众人向来救度你们 你们知道吗 你们要努力呀 新领法门是大家的 不是一个人的 你们要真的相信啊 情真意切呀 慈悲呀 观世音菩萨呀 你们都看过西游记 知道我也是观世音菩萨 典化如今成佛 你们知道我有多么感动和感恩吗 菩萨的慈悲 以上极天下极地 天上地下无人不知啊 你们 今天你们还在为钱 为情 为事业烦恼 你们有没有想过这里的一切 几年以后都会没有的 房子建造好了 几十年也会消失 一场接一场的 就叫做轮回呀 请你们回头啊 你们知道 心音法门有多少佛弟子是天上来的 你们知道你们身边的谁就是天上的护法 你们不知道 因为你们被五一六成所染灼 你们都清醒清醒吧 心音法门是你们今生回天的一颗重力砝码 你们抓住了 也就抓住了 放假了 也就出不了轮回了 未来天灾人祸频频 只有救你的人是观世音菩萨 而你今生 你们凭借观世音菩萨的心音法门 就是你回家的一个天梯 抓不住也就随缘了 假使所作夜部王 菩萨大愿传四方 如今正感妙法时 心灵归一菩提光 最后希望心音法门的众位弟子们能够精进努力 跟随观世音菩萨和台长好好修 大力弘扬心音法门 就算暂时有弘法 弘法上的磨难 也不要怕 也不要退缩 一切都是假的 明是假的 力是假的 包括你们的父母百年之后都是假的 唯独有境界和修为是真的 真心希望大家能够大力弘扬心音法门 未来心音法门是不可挡的 我只能点到为止 过多的话我也不想说 希望大家懂得珍惜观世音菩萨的爱 让我们一起把爱观世音菩萨的心 转变成佛光 去爱你们身边的每一个众生 谢谢大家 讲的很好 讲的非常好 哎呀真的是 讲的非常好 斗战圣佛 他是个佛 他真的是非常 非常有智慧 他一直在护持我们 多张神佛连我们坐的飞机他都在护持 是 真的 我好几次看见飞机抖动的时候 他就拿个金箍棒 他就像踩的云一样 他把飞机在拖 在下面拖稳 是 很伟大 都很伟大 菩萨都很伟大 只有我们自己觉得人很伟大 其实菩萨是最伟大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 你看我们参加师父的所有法会 我们从来不会买保险的 因为我们 我们知道菩萨一直会保佑我们的 所以说我们 那个参加师父法会从来不买保险的 你记住一句话 真心真意的 不要让自己的功德有漏 你才叫圆满 对不对啊 你要是 谢谢师父 什么事情叫圆满 圆满就是 在心中 什么事情都能够得到一种满足 得到一种圆融 这叫圆满 圆满是什么 你做坏事的时候 你也有一种圆满感呢 哎呀我这个差一点点的偷到了 哎呀还有呢 否则可以多偷一点东西 实际上这种圆满是恶圆满 我们要欢喜圆满 我们要善圆满 所以叫善良的圆满 善良的这个这个慈悲圆满 所以这个圆满 不能让它成为一种业障在心中 是 而是让它成为一种一朵莲花在心中 开放在自己的心中 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 感恩师父 那师父啊 这 弟子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 就是 师父啊 斗战圣伯说 九节才能出来一个正法 请师父开示一下 为什么九节才会出来一个正法呢 师父 实际上这个 在过去佛陀的经典里面 你们都可以查得到的 在这个很多的经典里面都有论述 因为就像我们中国人这个学的那个易经啊 风水一样 他这些呢 是说的呢 叫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三十年风水轮流转 对不对啊 实际上每一个节 它都是一个 有一个人间的节 也有一个身体上的节 你比方说你身体上的节 三六九啊 对不对啊 对啊 你就过一个节了 然后呢你要说它是一个世界上的节 你比方说二次大战 这种节难 还有杀死 节难 节了厉害吧 对不对啊 是 对对 还有大的地震啊 人间大的火灾了 这个这个这个世界性的 这个这个 这个艾滋病啊 这种都是节 九一九九个大节 实际上就是人苦啊苦啊苦啊苦到 苦到很厉害了 他才会有一个善良的东西 才会出来救你 是这样 就是人在迷惑当中 一直颠倒 大概要九节 九个节呢 然后呢 到了第十个才会出来 叫 为什么叫十全十美啊 现在知道了吗 心灵法门就是这个在九节之后的第十个 我们说的是圆满 圆满的佛法境界 所以为什么很难得到心灵法门的 你看大部分人都得到了 但是有些人还是不信 他们就很可怜 所以要要要得到大的解脱 大的那个智慧圆满 就必须要慢慢的学会 学会要自己心中先要圆满 你才能让别人圆满 你明白吗 明白了师父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那师父啊 第二个问题是 斗战圣伯说 有多少人有苦了 有难了 一求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就化现 众人向来救动你们 也有句话说 众生以什么身得度 菩萨就献什么身 请问师父 结合心灵法门 我们如何更好地理解这句话呢 师父 那个我问你一句话好吧 师父一点不骄傲 我现在弘扬的是 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 对不对呀 对师父 那么是不是观世音菩萨的 那观世音菩萨现在 用我来救度你们 让你们利苦得乐 开悟名利 那你们实际上是不是 观世音菩萨是不是 用他的自己的法身 在我身上在帮助你们 救你们吗 是师父 那不就这个道理呀 所以如果我用我的 如果用今天 你们是台长用电台 来给大家来讲 对不对呀 也有可能 在观世音菩萨过去 比方说 通过一个医生 他来研究出一种方法 这个方法可以让人家身体好 比方说青霉素啊 这个消炎的药啊 这些人也是菩萨 附在他们身上 就是菩萨在他们身上 让他们研究出来的 你以为他们真的这么聪明啊 是 是是 师父 你以为 爱因斯坦不是 不是菩萨 知道了师父 感恩师父 慈悲开释 那师父啊 斗战圣佛开始说 假使所作夜不亡 菩萨大愿传四方 如今正感妙法时 心灵归一菩提光 请师父慈悲开释一下 这句话什么意思呀 心灵归一菩提光还不懂啊 心灵法门呀 到了最后的结果 就是菩提呀 嗯 明白了不了 明白了师父 所作夜不亡 因为你的 你们过去所造的夜 都没有消亡啊 你只有跟着心灵法门 把自己过去的这些夜 当中消掉 嗯 听得懂吗 明白了师父 消掉之后 你才能解脱呀 嗯 对 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 感恩师父慈悲开释 感恩师父慈悲开释 师父啊 嗯 今天我帮一个同修问一个问题 一个同修呢 八年前谈了个女朋友 后来呢 同修上学了 然后呢 两个人约定要等对方三年 约定的第二年呢 女朋友就家里逼嫁人 然后呢 就跟同修断了联系 后来女朋友后悔了 要跟人家离婚 同时转转续续 开始跟同修联系了 嗯 四年后的一天 才把情况告诉同修 想让同修等他 然后呢 去年年初 女朋友来找同修 跟同修 一起住了一个月 那个时候 同修还不开悟 傻傻的 就跟人家在一起了 现在呢 同修学佛 觉悟了 想弘法度人 不结婚了 但是呢 现在的情况呢 他们分开在两个城市 同修不敢再联系 也避免联系 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请师父给 指点一下吧 感恩师父 这还不懂啊 没缘分了呀 没缘分了谁缘了呀 这种感情 不行的呀 这个人跟人 你说三门海誓 哪有啊 我等你 我等你 千年等一回啊 连班师娘娘的那个 都做不到 是的 开玩笑了 这个 现在的人说变就变了 这个 这个翻脸比翻书还快 是 为了名为的利 嫁给人家很正常的 已经不是你的了 你把它再弄回来干嘛 是缘吧 好的 到时候 那边没离掉 这边又跟他勾上了 你不是掺和人家家里 对不对 到时候那边那个男的发现 他那跑过来就揍他 就麻烦了 对 对 师父说是 已经没感情了 已经离开了 又在两个城市 没必要 你要说佛友的话 你再远的话 心连在一起 对 这个已经没有必要的事情了 这什么感情啊 明白了师父 感恩师父 弟子会转告他们的 感恩师父 慈悲开示 师父啊 那双猫胎 您说过就是 冤结所化 但是师父 双猫胎的冤结 应该怎样化解呢 师父 解节咒啊 解节咒 还需要不叫给他念那种 就是说 那个化解冤 冤结的小房子呀 要 要啊 那师父一般需要多少钢子 一直念 一直念啊 念到两个人分开 哦 开始的时候住在一起的 等到双胞胎开始 各自工作了 各自有家庭了 就不要念 嗯 好的 好的 明白了 感恩师父 辞为开示 感恩师父 今天弟子没有问题了 好 感恩师父 师父保重身体 师父再见 再见 嗯 再见 喂 你好 喂 你好 你好 哈喽 讲话 哦 师父你好 请讲话 请问师父 白货 师父在白货佛法中 讲念头的时候 提到 前念 今念 后念的概念 我们如何来理解 控制和运用呢 前面是什么念啊 你刚刚说前面什么念啊 前念头 提到前念 今念 后念 的概念 前念 第二个呢 心念 今天的心 心念 前念 心念 是吧 好 现在告诉你 前念是你对物质的 直接的反应 产生的念头 这叫前念 心念 是通过你眼睛 看见的 感觉到 的事物 进入你的心田之后 经过加工反应 因为你的心是善的 反应出来就是善良的 你的心是恶的 反应出就是恶的东西 这叫心念 怎么样控制 心理内心控制 纯善 只有善良的 东西 第二 控制自己的 眼睛的感觉 和看到的 和感觉到的 东西 首先第一概念 就是把它们 往好的地方 想 然后进入心念 你就能控制 自己整个的 概念了 明白了吗 后念呢 后念 后念叫形成念 形成念 已经形成的 就是概念 好了 好的 感恩师父的 开始 还有请问师父 在我们念经时 如果出现一些 平常想不到的 关于红法 好的想法 是指住念头 继续念经 还是可以记录下来 这些好的想法呢 如果你还记得住 就念完经再写下来 你如果很快忘记了 你就先写下来 好的 感恩师父开始 好 念经时需要 依着整齐 你尊敬的心 念证经文 如果不梭牙洗脸 甚至 边穿衣服 边念经 是不是太不尊重了 个人觉得 这样不适合 请师父帮忙开示 首先穿衣服不大好 那么你就算不洗脸 还没刷牙念经 当然可以 因为你嘴巴里 可以在心里面念 不要念出声音 明白了吗 都可以 实际上呢 如果你能先洗脸 刷刷牙跟菩萨念经 说明你对菩萨更尊敬 明白了吗 明白 感恩师父的开示 接触 同修 这佛台的话 有一些同修会自己 打印三水化 然后自己按流程 念经 增加三水化的灵动性 请问 这样作为 临时佛台的话 可以吗 可以的 只要三水化 是像我们的 东方台的那一种 形象的 就可以了 什么你说 对不起 再讲一遍 喂 师父 你再讲一遍 我知道你很累 你今天 没关系 你讲吧 有关系 我就下一个问题 师父 为什么 人会怕出名猪 猪怕撞 猪头鸟 就会对人打 遇到这种 麻烦 如何化解 猪撞了会怎么样 你想给我听 好了 你还问我 我看你这个脑子 跟刚才你说的 这个动物 也差不多了 什么叫猪头鸟 谁叫你撬出来 就打谁 对不对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我看你这个脑子 也差不多 猪撞了干嘛 人出了名的字 我是不是被人家骂 被人家讲啊 上次师父 师父有说过 就是我们要 什么 低调 有一个什么低调 一个高调做事 低调 做人 低调做人 对不对 你是半调 你是半调 烧水 烧半调 你是师父弟子啊 现在知道 哎呦了 丢人了吧 我是卢台长的弟子 以后呢 觉得自己不行的话呢 出去呢 人家问你 你是谁的弟子啊 声音稍微念偏一点 不要念卢台长 念吕台长 我是吕台长的 听识 不能 哎呀 自己知道不够了吧 自己知道不够了吧 我们修得不好 所以就要师父多教育 你还知道不好 问题有的人觉得自己很好 那你比他们还好一点呢 能知道毛病的人还会改 不知道自己有毛病的人改 都没办法改啊 这还不懂啊 我们就是要跟师父学习 所以就是很多毛病需要靠师父指点 我们才知道 不然我们就 没有 你基本上 基本上已经没毛病 师父 但是不可能 知道就好了 哎呀 师父 您 您也可以讲讲 我的毛病 嗯 你的毛病啊 嗯 你的毛病 就是要多多的 去发现自己的毛病 听得懂了吗 嗯 要注意什么 比较多 讲话要注意 做事要注意 经常 对照菩萨 菩萨会说这个话吗 菩萨会做这个事情吗 师父会做这个事情吗 那么你不就是 慢慢就发现自己毛病了吗 对不对 对啊 是的 是的 好了 请正师父教会 嗯 好 嗯 下一个问题 孩子一生下来 头顶上正中间位置 就有一颗字 那有什么说法吗 头顶啊 有 很好啊 对 正中间 很厉害的 这孩子应该天上下来 哦 嗯 他的灵魂进去之后 还有一个小窟窿 留在他的头顶上 就是说明这个灵魂特别大 嗯 哦 哦 同兄 同兄的孩子 嗯 不是 长下去吧 还有什么问题啊 还有就是 嗯 开掉 开掉也会再长出来 但是不开掉 你说难看不难看 哦 他现在是有头发盖着 哦 盖着就无所谓 不盖着的话嘛 就就把它开掉 动掉了 叫他不要用手拔 这个钱省不得了 哦 要讲卫生 明白吗 哦 是不是 嗯 好吗 嗯 明白 好的 我跟他讲一下 哦 师父 这种 这种肉流 是不是有夜障啊 有 哦 很多长肉流的人 上辈子都是 有很多都是初生道 来的 哦 在哪一方面的夜障呢 一般他们讲 这种肉流在头上 就是 初生道呀 夜夜障什么 初生道 你到初生道的 初生嘛 基本上都是 都是做了很多的措施 才从初生的呀 你比方说 现在 那人整天做那种 男女之事 你不觉得 人心初生道吗 嗯 哦 明白了吗 嗯 嗯 如果同秀已经这样子了 他 他一般要身对 这种肉流 他要念多少遍离佛啊 一直念啊 离佛要一直念下去 因为不当心又造恶业了嘛 嗯 嗯 嗯 这是很真心 好吗 感恩 感恩师父开示 嗯 呃 师父请问 字 这有什么说法吗 字方面的 有啊 字们长在什么地方 当然有说法了 嗯 慢慢以后帮你们讲吧 现在你们又看不到 我师父说哪里的 啊 字长在肩上 这个人压力很大 嗯 嗯 字长在眼睛下面 叫内智 不能告诉你们太多了 字长在脖子上 字长在下巴壳上 字长在头发的 后脑勺的发烧上 啊 字长在手上 字长在肚脐眼上 字长在臀部上 字长在脚上 关节上 全部都有讲究的 听得懂了吗 嗯 嗯 好了 嗯 嗯 这个他本师父 有机会才 给我们 才才才才才你个魂啊 你告诉我你长在哪里 我才讲讲给你听 有什么用呢 嗯 对不对啊 一般 一般上 大家都是比较担心脸上的字 脸上的字 脸上字 很有讲究的 眉毛里边有字 这个人是十全派 哦 如果是眉毛里面长 这是好不好 十全派听不懂啊 哦 你又撞了 你又撞了 哦 撞了听得懂吗 你撞了 嗯 他听不懂 哈哈哈 师父说你撞了 跟你幽默 跟你想笑话 你撞了 听得懂啊 撞了 听得懂 你讲给我听啊 什么什么听得懂啊 啊 想呀 我就知道你听不懂 撞了 我说你 刚刚前面说你 人怕出名 什么怕撞啊 哈哈 哈哈 哎呀 现在知道你不开智慧了吧 反应很慢 这种人 所以大脑必塞 血液循环不好 大脑流量不足 神经莫烧 麻痹 所以你就属于这种 哈哈 你说到看 你这种人怎么去度人呢 你一点反应都没有 呵呵 你说你有智慧吗 对不起 哈哈哈 师父 因为我最近老觉得 我头伤好像 有麻麻的感情 瞎杠头 蛤 被人家瞎杠头了 我的妈呀 嗯 我知道 这个很久了 所以我现在也是在念经 我不念经 我都快疯掉了 啊 好啦 不要疯 我不能不念经 不要疯 多念心经 好吗 啊 啊 好了好了 我知道 我也好好念经 我一定要念经 嗯 第三个 就是 同兄 他有 有的 男孩 儿 现在是 说话要比 同名 人晚 比同年 您 小朋友 学话少 但是及其中 聪明 请问师父 孩子 学说话 叫晚 是什么因果吗 如何化解 什么因果啊 上辈子 讲了太多 不好的话了 哦 而且 晚说话的人 反应慢 智商不够 好了 嗯 但是同兄又说 他的孩子 极其聪明哦 聪明是理解 并不是说话这种 聪明 哦 听得懂吗 像孩子 可以当孩子 多念心经 就能够 增加孩子的 从小一看到了一半 我不是跟你们 强强的 师父从小就很乖巧的 啊 呵呵 嗯 呵呵 啊 我从来没有撞过 呵呵呵 哎呦 啊 呵呵 你那懂了吗 我最近 我同意 因为我就快点 拿师父白活 佛法来读 所以就会 就会比较 说话我那个 那个晕的状态 就是因为我念不了经 他一晕我就根本 念不动经 我就只能 哦 快点拿白活佛法 来读读啊 然后我就会好像 忘记了头晕的事情 对啊 这就靠菩萨一点光啊 明白了吗 对对对 好吗 这白活佛法 现在也挺重要 我现在 以前我坦白说 真的 我都没什么读 嗯 好好读了 哦 我现在真的要读 放在枕头边上 更好 他晚上会发光的 呵呵呵 哦 我从来没告诉过你 嗨 好的好的 太感恩 师父 好了快点了 好了 还有 还有一根哦 同修梦见天上的梦 师父 同修呢 他梦见天上很多天人 全身都去参加 仙女与仙侯的婚礼 同修好奇 更在他们后面 也一起去了 来到这个地方 是一座非常大的白色建筑 周围都是白色的 王母娘娘也在那里 天人一坐下 桌子马上出现很多美食 所有人都很开心 看见新娘穿的白色礼服 新娘突然从人群中出来 从一只猴子变成一个穿着宴尾服的男人 这时突然有一个天籁之音说 他们是天上有史以来 唯一一对受到天庭和王母娘娘祝福的情侣 想请问师父 天上也能结婚 并有婚宴吗 可以的 这是很难得的 不大看得见 这是天庭任命下圣旨的 那是因为他们前世的缘 人间的缘 天上的缘 缘缘相成 所以才能有这个 他才能有这个待遇 用现在讲叫待遇 实际上才会有这个果报 明白吗 好的 感恩师父开示 好了 师父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里 再见 您辛苦了 您好好保重身体 您好好感冒病 感恩师父开示 喂 您好 您好 等一下 师父等等 师父 你好 您好 师父 向你请安 谢谢 师父 向你请安 谢谢 师父 从请你解梦 就是 梦中呢 有人告知 春夏十八天多 待不凡 就要加历 十二十一天多 请示是 祝贝 需要还多少 三小房子 二十一 二十一张小房子 就可以了 这不许师父 很小声听不到 二十一张小房子 就可以了 二十一张小房子 就可以了 好 关恩师父 对了 师父 还请您结一个梦 就是梦中呢 有一辆白色的车 跟着一辆红色 红枝的车 连续梦到两次 同样的梦境 请问指梦何解 答案师父 车在开不了 是 她正在开着车 但是她的梦中呢 是一辆白色的车 跟着她 连续两次都梦到这个东西 她自己在车上了 在车上 对 那没问题的 好事情 有人跟着她学佛了 什么 有人跟着她学佛 有人跟她学佛 对了 感恩师父您 师父还有一个就是 从修的女儿五岁呢 也是有念经的 她梦中呢 看到很多大大小小的乌龟 往放在进驻的地方 向上爬 还爬往厨房的桌椅上 你这是解梦 乌龟啊 乌龟 大大小小的乌龟 那很好啊 没问题的 元寿 没有问题哦 她往那个放在进驻的地方 往上爬 向上爬 没问题 没问题哦 感恩您 越念经 元寿越多啊 哦 元寿越多 所谓的元寿是死 那间房子的主人还是 要看你自己求的 你自己求的呀 你比方说 求的 你比方说念这些小房子 给你的药金者 那你元寿就是你了 你给自己的小孩子 身体不好 那么小孩子这个观过了 不就叫元寿了吗 感恩师傅 还有就是呢 目中呢 就是看到师傅来到同寿的家中 然后在某一个地方 指那个说那个 那边的那个方向很好 那个定位很好 然后师傅就走向同寿的那个 家中的厨房 在过面等啊 然后那边那个厨房是非常宽敞的 师傅就讲啊 这个地方我很喜欢 比如说是解梦 这个地方很喜欢 剪师傅节目 师傅很喜欢 师傅帮他家里加持过了 帮他什么 帮同寿家里加持过了 帮他加持过了 Yes 好 那感恩师傅 那感恩师傅 师傅谢谢你 好 再见 师傅好体安康 师傅再见 感恩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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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您好 你好 终于打通了 好久没跟师傅打电话了 很想师傅说 啊 嗯 师傅可以听到吗 听到 呃 师傅 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您 就是一个同修让我帮忙问 呃 呃 他早上法布师 发您的开示 然后呢 如果影响了实际个同修念小房子 算不算造业 我照 这什么 你发过去人家可以暂时不看的呀 可以暂时不看的呀 可以暂时不看 就是说 对呀 可能今年完了 可能今年完了在看嘛 今年完了在看嘛 但是就是说这个主词 主词师兄们共修的 呃 这个同修 他可能会起春心 这个就 影响了 影响不影响 影响了 影响不影响 呃 就是说影响这个同修起深恨心呢 不是啊 比方说 他们在念经 他们在念经 他怎么发了 他怎么发了 呃 他就说在微信群里面发 不是 避开这时间就好了 嗯 就是说他还是避开这个时间会稍微好一点 珍重人家到场是吗 对啊 你如果对人家有影响了 你当然不好 你对人家没影响 你 人家发到手机短信 也无所谓的了 也不看就好了 等到念完了之后再看嘛 呃 我说没声音 那个申请新加坡的那个讲师培训的申请 嗯 但是我一直没有说到批负 批啦 都批啦 他们做事情特别慢 只要我交给他们 他们就拖啊拖啊拖啊 要我生气的 我不能再生气了 所以我一切随缘 你们自己去就好了 到时候他们不跟你进去 你就跟他们讲 我早就发了 你到时候找他们去 找他们去讲道理去 他们这些 他们这些人 他们这些人就是这个样子的 你叫我怎么讲啊 我早就跟他们讲了 叫他们发了 他们就是不发 现在 现在那些人 就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办法 我现在要保护我的身体 我只能弘法 这种事情 你们一递了就自己去 他们可能是太忙了 太忙了 拖到今天就会拖拖拖 什么事情都要拖的 我这不管了 你们现在直接找东方电台 你们天天打电话 天天问 天天吹 就这么简单 你们记住了 有师父这句话 我就发生了 我一定到法会 护持法会做义工 讲都不要讲了 师父不会 师父不会阻碍任何一个人的 他们这么拖啊拖啊拖啊 他们造业 造得来一个个业障残生的都是 我该 我这个人你知道 人家为什么喜欢师父 师父讲实话 我不管在哪里 我从不隐瞒的 我事事求是 我身边有的人真的会拖 我该 我告诉你 让他们自己去造 我再上跟他们讲 什么事情要快 什么事情要多 要早点跟人家讲 你晚讲 人家怎么订酒店 人家怎么买机票啊 拖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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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就在一两个月之前 就给他们关照了 计划早就出来了 师父您放心 不管是不是 体制要改革了 要学中央一样 体制要改革了 这个不改革不行的 师父您放心 其实不管能不能打电话 我一直都在帮助师父弘扬佛法 您放心 怪不得的 弘扬佛法 现在红得这么好 原来跟你有特别大的关系 没有 我做的很少 这半年都没有跟师父通话 真的很想师父 那你是这里边的一份子吗 非常罗兴 非常感恩师父 很想念师父 师父您保重身体 好 好了是吧 还有事情吗 保重 好了是吧 再见 没有了 再见再见 再见 再见 喂你好 喂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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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如常讲吗 你听听看像不像了 我一听录音好像像了 有点像 我是他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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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嗯 我不知道有没有说到哈 我的我出生的名字叫李伟林 做梦做了不啦 今天呢不看图腾的 但是你告诉我 我问你几个问题 第一 做梦做办法 做梦做到狗儿 我有做梦呢 我有做到梦 做到那个 你给他烧小房子的亡人 什么啦 你说什么 阿嬷没信尽吗 我让我妈妈把电话关了 因为两个电话共鸣了 好 没关系 就是我问你 你现在烧小房子给谁烧 我给那个 我的药经者和那个 可能是流产的孩子 对啊 你做梦做到过流产的孩子没有 就是做到过小孩 有啊有啊 好了 那现在 有梦到了 你现在告诉我 梦境是什么回事 我就做到两次 就他哭了 一直在哭 哦 还没走掉 要命 对那是那是租田的 还没有堵小房子之前做 哦那当然了 现在就一直没有做 哦那就走掉了 应该走掉了 到现在就没有 但是我前两天啊 前几天都梦到 有两个人 带着一个大群小孩来 就来到就说 好像我们家开个店 其实是没有开店 我们妈就说 今天我们不想帮你们回去吧 然后就剩下有个女的 带着个小孩 还没有走 他就女的在搞什么东西 在圈什么 在画什么 还不愿意走 哦 就不知道什么意思 哦明白了 小房子再加个 再加个酒章啊 就可以了 再加个酒章 还没到 哦哦是这样子 哦哦 我还有做梦 就是说做梦到盲人了 刚刚开始接触心灵法门的时候 刚刚开始 我去 我去参加你的法会 那时候我是第一次 啊 参加法会 啊 我我我呢 我就啊 我就做梦到一个亡人了 好像是我们家民居的人 那种的 我也搞不清楚 是怎么回事 记住 记住 只要做到亡人 不管男女老幼 做到亡人 就是一个大问题 必须给他念21张小房子 哦哦这样子 我后来又又 过了几个亡人 又做梦到两个人 拿着个枪啊 打我的头啊 用子弹打下去 哎 但是我没死 他就 他就说 他们说就跟我抱怨 然后 然后就 后来就上位走了 然后我又跑回来 我说要给点钱给他们吃饭 结果呢 他回来说 我给钱给他们 他说你给隔壁那个吧 他说我不需要 我那时候我记得 我说给他十块钱 小房子呀 小房子还不懂啊 那些什么都是鬼呀 开枪打你 那些什么都是鬼呀 赶快给他们小房子 听不懂啊 明白了吗 然后前两天 我就做梦到我的左手臂 好像在那大海里面啊 被人家挖了个口 然后东西从那个左臂里面出来啊 好像哎呀 好吓人哦 我告诉你 这个不是怪啊 这个就说明你已经被鬼追了 去杀了 很危险的 你这种只要梦连续出现 三次到五次的话 你就会生病了 其实我现在我一直 自己来来 一直身体的不好 我的脚啊 我的左脚都在痛啊 就是走路的时候啊 我的左脚痛 就是这个道理啊 就是这个道理啊 明白了吗 然后我又肝肝又肿大 就肝肿大啊 然后又肝有一个小血管流 然后为了那个肾的话 又有这个叫肾什么 肾肾的话有六毫米啊 那很麻烦了 这个是非常不好的 然后又是 你现在要吃全素 听我的话 对 我都不怎么很少吃肉的 哎呀 你我 我举个例子好吧 我都不怎么偷东西的 我很少偷东西的 我基本上不偷东西的 跟你说我去 基本上不吃荤的不一样啊 脑子毁掉了 对对对 脑子毁掉了 我明白 那这样的话 路特党 我是想确认就是说 我的小房子 它是有收到的 就用了那个 我那个礼 然后伟大的伟 就小时候出生的时候 那个 那个 不要讲了 肯定收到的 只要烧下去的 不是你自己吃下去的 都会收到 哦 我还加了个英文名字 就说李伟玲 然后我在后面写 文文毅 可以的 这样子 没问题的 烧下去的 鬼都收得到 你吃下去的 他收不到 好了 哦 哎 卢财长 就是我们读这些经文 不会把那些 不该惹的东西惹上 我就有点担心 就是我可以还给 我自己的药件 但是外面不会乱找我 我就问你一句话 对不对啊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就知道了 你该还的债 人家会来要 你不该还的债 人家不会到你家里来要的 明白了吗 哦 是这样 你说你在家里赚钱 你说我要还人家钱 人家那些 根本 根本 没有 你没欠人家的 人家怎么会跑到你家里来 问你要钱啊 开玩笑 明白了吗 啊 好了 哦 今天不看出他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妈妈 我妈妈可用功啊 用金啊 我们才9月份才开始接受 我们去看家里面的法会 你妈妈多好啊 你妈妈你要好好地帮她求求 保佑她 长命百岁 你妈妈 你妈妈 她有心脏病啊 她6月份就爆发了心脏病 就按那个指甲 哎呦 所以我告诉你 很多人生病不是件坏事 生了病才能注意身体 啊 明白了吗 明白吗 明白明白 我妈妈她说她刚才求菠萨 我没有想到 我妈妈这人很有毅力的 她喷念金可 比我厉害多了 你没在海外是吧 我现在在美国洛杉矶打来 我结婚参战你的法会 对啊对啊 很好啊 我看到你的脸色 好好啊 哇那个脸色 透明的 台长的脸色是透明的 你当时在那个台上啊 你依依不舍的跟我们道别 我用两只手挤起来 你没有看到我 看到看到 谢谢你的 你要鼓励你妈妈 为了让母孝顺 这也叫孝顺妈妈呀 让妈妈活得长一点 你记住台长一句话 人的一辈子只能一次 不可能下次再来还的 所以这一辈子 他该还的要还还还多 就还了人家足一点 把欠人家的 就不要人家还了 就多 多把人家自己欠的都还掉 不要下辈子再来欠了 明白了吗 对妈妈好一点 走掉就没了 妈妈只有一个 爸爸只有一个 死掉了 你也没办法 我指的是亲生的 一样啊 后面也是这样 反正要珍惜啊 对啊 等到他走掉 你在笑声没有用 你给他买水晶棺材都没有 明白了吗 对啊 对啊 明白了 明白 你现在让你妈妈 发起充满 天天念经 离苦得乐 你真的很 要很感恩观世音菩萨 听得懂吗 那如台长 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 还挺麻烦的 有这么多重状 你记住了 我已经很多人身体都不好了 这个就是跟你说了 你要吃全素了 你不要再跟我讲了 不吃全素 身体好不起来 因为你的酸性体质的话 浑身都是病 碱性体质的话 才不会生病 碱性体质 是正常人的生理发育的情况 所以他不容易有病变 不容易有钙化 不容易啊 现在讲我们说是 缺少一种这个氧化 很容易氧化的 如果你是酸性体质的话 很快人就氧化掉了 所以酸性体质 就是吃荤的人的体质 都是酸性的 生癌症的体质 全部都是酸性的 你说你要不要吃素好了 我就只能讲到这里了 嗯对 我明白了吗 嗯 好吗 嗯 好的 嗯 好了 你要多乖一点了 你现在这个身体 要多念节节奏 还要多念心经 像你身上这么多毛病 我告诉你 你也不要生气 你也不一定活得到你妈的年龄 所以你自己要开始重新做人 因为你过去太恨了 你的恨心很重 你美国打来 我帮你稍微讲一两句 你过去有人对不起你 你在心中放了太长时间了 你必须把它要化解掉 否则的话 你想不通 你的身体会很不好 我讲话你听得懂吗 我听得懂 我离个火离婚了 你现在知道台党 14年了 我就讲给你听 不能怪人家不好 不能完全怪人家不好 明白了吗 嗯 要从自己身上找找找毛病 好吗 做个好孩子吧 离婚是一种痛苦 但是也是一种觉悟 明白了吗 要好好觉悟了 知道自己不足 知道自己走错了 就要好好地改变 你终于有 你再怎么样 你还有一点是好的 你就是很孝顺妈妈 这也是很不容易的 明白了吗 嗯 好了 嗯 乖一点了 嗯 好的 坚持念小房子 坚持就是胜利 你听师父的话 我们这里有十几年坚持下来的 甚至有十五六年的 他们在我最早办广播的时候 他们就跟着我学了 他们到现在还活着 非常好 要将近九十岁了 身上的癌症都没了 要有信心 明白了吗 嗯 但是卢卡长 我读房子的速度有点慢 我以后大概出三张到四张 嗯 我就原本担心 是不是太慢了一点 嗯 没关系的 这个嘛 功课加紧一点就好了 好吗 嗯 好 早点睡觉吧 我的功课应该 应该怎么读呢 应该读多少呢 你礼佛念几遍啊 我礼佛才念一遍 啊 以后慢慢要讲 像你现在身体这么不好 你礼佛至少三遍 明白吗 啊 好吗 嗯 好了 嗯 好好努力 好吧 早点休息 好的 睡觉之前念 念几遍大悲咒 你会睡得很好了 嗯 嗯 对 好 好 其实我要多念几遍大悲咒 对对对 好了 再见了 那我做功课的时候 我是做 我现在做七遍大悲咒 七遍 七遍 一遍礼佛 二十一遍 往生咒 二十一遍消贷 二十一遍整体神咒 我读完之后再读一些大悲咒 给我自己增强能量 大悲咒你至少 大悲咒你现在七遍根本不够 心经七遍根本不够 哦 至少都要二十一遍 哦 以后才行 是读给 是读做功课吗 还是另外给自己增强身体能量 功课就是自己功课 功课就是增加自己力量 好吗 哦 功课就是增加能量是吧 哎 对啊 对啊 哦 好吗 基础 我妈妈她想问你一个问题行吗 Foundation 快点吧 快点吧 啊啊 好 你说吧 我妈妈你个 没了 哎呀 自己 请你一起问你 自己问你 喂 哎 什么姑娘啊 我能亲手了吗 喂 喂 师傅你好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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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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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门 没有什么破坏 因为这家门 就是说 你要跟大家一起多修修 不要公告我们 你要吃饭 跟大家一起吃饭 跟新加坡没有关系的 感恩师父 感恩菩萨妈妈 还有我同修 同时也做了这个梦 他也是把摔下去 也是找不出来了 差不多同个时间 小师父慈悲 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如果要到新加坡去要念四十九章小房子 一人 一人念四十九章 感恩师父 小指要支持的指头 呃 我问二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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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能对外开放的 只能私人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到底听得懂还是听不懂 听得懂师傅 听得懂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至于什么家园 随便你的家里 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 好家师傅 感恩师傅 师傅 秦师傅 教授我们 我们能够送一个 就叫他去开家 感恩师傅 这九张小房子 听得懂 好 谢谢 感恩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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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太开心了 师父 谢谢师父 师父 辛苦了 给师父请啊 师父 过两天法会能够圆满顺利成功 你说哪个法会啊 那个悉尼法会 对啊 脑子还蛮清楚的 谢谢师父 师父 太开心了 那个起修冠军服的和诸修服的价值 这是能够去台南法会的人 那个还有新加坡的人 同学能够签证圆满 颁证成功 然后一起去护士师父 谁请师父慈悲加持我 能够去护士师父 因为我们这些 卫护人就是办得好费用呢 然后希望师父慈悲加持 对啊 然后 师父 太开心了 师父 我请问您一个问题 那个就是把随着境界的不断提升 越来越多的未婚同久 想要许愿跟随师父一事修成 想要自己干干净净的一个人修 然后呢 如果许愿之后 到了结婚年龄 缘分来了 那么为了避免离愿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用多少小房子 就是将我们未来就是既然要到来的这个婚姻提前化掉 然后想一生跟随师父红爬助人 就是我此为开示 这个呢 实际上跟菩萨许国怨之后呢 就自己要坚持了 就没许国怨嘛 就是另外一个概念 许国怨之后呢 就不能违愿 明白吗 跟家里好好做做思想工作 明白吗 嗯 明白 就是这样 也没什么特殊的 就是说呢 随缘 让自己呢 能够变得更加 更加那个干净一点 因为有时候婚姻呢 也是给你带来一些幸福 但是婚姻呢 同样会给你带来一些痛苦 因为任何事情只要你去做 它就会有两种反应 一种就是幸福 一种就是痛苦 生孩子给你带来幸福 生完之后培养给你带来痛苦 都是这样 吃下去的时候 吃东西的时候给你带来幸福 吃了拉肚子了 吃了肠胃不舒服了 给你带来痛苦 什么事情都有两方面的 那你想 你想没有果的话 就不要去噪音嘛 对不对啊 太对了师父 我明白了师父 那个您说太对了 我还有下一个问题 就是跟对刚才师父您孩子的 就是一对抱师父的弟子 然后呢 就是夫妻就是想单身的 想要个孩子 但是已经求了一年多了 师父就是不能如愿 但是呢 他就是希望葡萄能给他一个幸福念经的小佛子 但是呢 去了很久呢 就没有 然后家里人现在催路的非常痛苦 就是他现在那个也特别痛苦 我想请师父 慈悲能够开示一下 就是单纯为了要孩子 就是偶尔的那个复习之事 但是已经一年多了 就求不到 慢慢的会不会零花枯萎 如果你只要心理概念 那个时候 比方说我是真的为了做孩子 养孩子的话 那是应该菩萨都同意的 因为过去 在那个经典里面有说过 一个男女之间为了生孩子的话 那是属于不犯戒的 其他的都是属于行畜生之事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所以像这种情况 就是属于很正常 只是你自己心里要搞清楚就可以 因为你不是带着快乐的 而是带着我想生孩子 明白了吗 明白 然后那个 他想问就是 为什么他跟妻子天天起求 带着也无动于种呢 我问你一句话好吧 我问你一下好吧 你天天带着一块土地去祈求 让它长出种子出来 你没有种子的话 你再怎么祈求 它能长出来吗 那么这个种子怎么来的呢 第一 你的缘分当中 你们两个就没有孩子了 对不对啊 那么你天天对着这块土壤 说长啊长啊 你怎么不长出来 它一辈子都长不出来 那么怎么样能够长出来呢 那么你要做很多功德 做很多功德之后呢 靠菩萨给你加持 你才 那么现在问问看他 你做了多少年功德啊 这个功德不是 功是累积才成功的 不是累积哪有功啊 我修了三个月 我修了两年了 怎么还没有看见孩子 变戏法啊 变战机魔术啊 到吴桥那里去吧 明白明白 然后吧 师父 明白给他开这两句 就是他现在单位啊 还有那个家庭 就是你人们就对他腹肌打破 就另眼相看 然后使他非常的痛苦 您简单给开这两句 很简单 单位啊 你也看他生不出怎么样啊 生不出怎么样啊 生不出说明 上辈子 上辈子没有再组织 生出来一个怪胎脑残 唐室综合症开心啊 不开心 好了 生不出来被人家讲 你就告诉他 我学佛的人 我本来就不要 是我自己不想要 你就跟人家说 我自己不想要 人家怎么劝你 你说我不要 不可以啊 其实你回到家里 你就跟人家 跟老公讲 我俺生不出来 跑到单位里就说 我俺不要 呵呵呵呵 不就自己跟自己 就解套了吗 为什么人家一骂你 一骂你 自己回到家里 跟自己说 哎呀 我咋这样 我咋生不出来了呀 对不对啊 要痛苦事 这个 你就跟人家讲 我们 我们怀孕好几次啊 啊 我都不要 就这么讲吧 好了 嗯 啊 太好了 师父太好了 您开 是不是 我一样 我要做法官的话 我也是一个好法官 我很公正 是不是 太好 太好了 师父那我还想 请问一下 就是那个 您说那个 如果莲花 还是掉了之后 和普通没拜师的人 他一样 还是说 连普通人都不如了 没有啊 我没说 你们要生孩子 做那种 夫妻知识有罪啊 我没说啊 不会掉下来的 不是说这个事 不是说这个事 就是我下一个问题 就是 就是说那些弟们 如果犯错误了之后 莲花掉了 然后呢 和普通的 就是说 没有拜师的人 是一样的 然后还是说 连普通的老百姓 都不如 我觉得就说 连普通老百姓 因为你觉悟过了 我为你 一个党员犯错误 比一个普通老百姓 犯错误更严重吗 太严重了 一个是魔幻 一个是罪犯 嘴都蛮会假的 一个魔幻 一个罪犯 我看你到嘴巴蛮会假的 我好好红发度人师父 我都发愿了 我好好跟师父红发度人 我都不想结婚 你几岁啊 听你的声音 五十岁了 还结婚呢 没有五十岁啊 师父没有 也能二十多 二十多 怎么发出来声音 像五十多 不知道 声音太老 好了 然后师父 下一个问题 就是莲花 要是没有了 的话 那个杨寿会被削减吗 莲花没有 杨寿虽然没被削减 但是每一次的结过不去 那你就不是等于 杨寿削减了吗 比方说 你本来应该活六十岁的 七十岁的 但是你呢 没有莲花保护 你在任何一个结难当中 过不去 你四十多岁死了 你不是也减瘦了吗 哦 听懂了听懂了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哎呀 哈哈 哈哈 跳掉了 跳掉了 喂你好 喂 你好 师父 啊 啊 师父你好 我打出你电话了 好哭心啊 啊 师父 想你 嗯 乖一点啊 师父 师父 我想问一个问题哈 就是 嗯 梦到一个 就是师父 呃 对我说 呃 说 说我感情不好 然后我要注意感情 然后师父说 呃 去到师父身边就没有关系了 想问一下师父 这是什么意思啊 在梦中啊 对 我的妈呀 嗯 这也不是说去到师父身边没关系就好了 就是说多听师父 讲白话佛法 哎 不是跟到师父身边一样吗 不就好了吗 嘿嘿嘿 不一定 谢谢师父 感恩师父 不一定非要跑到师父身边来的 你把师父的白话佛法多听听 录音多听听 你不就跟在师父身边一样吗 对不对啊 啊 对的 感恩师父 啊 师父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哈 就是有一个 嗯 就是梦到 呃 那个 妈妈对 对 对我说 就是 嗯 就是说 他说有个小女孩从天上掉下来了 然后说让他 就说有个小女孩从天上掉下来了 然后就说 呃 想去看一下 他说有个小女孩从天上掉下来 然后再哭嘛 然后呢 就说想去看一下 然后一下就晃动就醒了 你妈妈 嗯 你妈妈做梦的 对 妈妈对我说 他说 有个小女孩从天上掉下来再哭 他不认识是吧 他不认识是吧 对 然后呢 他 你妈妈就去 嗯 不是 妈妈跟我说 有个小女孩从天上掉下来了 在哭 然后我就想着 我要跟妈妈一起去看这个小女孩 然后我就一下晃动 我就醒了 啊 那你妈妈打她的孩子 嗯 妈妈打她的孩子 是吧 嗯 哦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 师父 你们赶一下我修的好不好啊 很好 嗯 师父 你请你加持一下嘛 我的鼻子特别的难受 鼻子难受是你过去 鼻子啊 我告诉你啊 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你过去吃婚的时候 啊 自己要当心 啊 嗯 就喜欢吃那些烤肉啊 香的东西 师父这会是有前世的吗 前世也有可能 这辈子也有可能 我看你这个小丫头嘛 就是感情问题 加上自己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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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事情的敏感 因为你这个人呢 皮肤也敏感 啊 心情也敏感 人家对你稍微有点好不好 马上就要 不开心了 啊 听不懂啊 师父 师父我错了 啊 因为有几分姿色 因为有几分 啊 才华 你就这个烂样就出来了 对不对啊 啊 师父我错了 我一定该毛病 我一定好好想 我一定好好学习 啊 听得懂吗 啊 听得懂 嗯 感恩师父 师父我一定好好修 师父你保重身体啊 好 再见 嗯 再见 再见 喂 你好 哈喽 你好 哈喽 师父听得到吗 听到 哎 师父你好 我们这里是台北观音堂 哦 很好 嗯 哎 师父多多下次我们台北观音堂 好啊 那个 哎 师父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要请问你 嗯 我们在编小房子的时候啊 就是我们念小房子 我们是编编编念的话 嗯 我们需不需要点了一下 然后盖起来再念完那一遍 再开起来再点 放在红布上的话 没听懂 就是我们念小房子 是点念点点的情况下 对 哎 我们需不需要把小房子 就是放在放在红布上嘛 我们念完一遍 我们点了一下再盖起来 再念下一遍 念完了再开起来再点 需要这样子吗 嗯 用不着的 因为 用不着 当你在念经点小房子的时候 因为护法神 菩萨都在面上 哦 就是有在念经的话 护法神都在身边就对了 对啊 菩萨也在身边 哎 好好 像 另外一个 我想问的是那个 关于我们欠钱的时候 就是 就是 假设 就是我朋友 被别人欠钱 让他叫我帮他 助念心经给对方嘛 这样子 因为我知道 心经在助念的时候 是有那种 还债的意思嘛 对啊 如果我说 我带我朋友念给他 这样效果会不会比较好 所以你朋友欠人家 还是人家欠他啦 哎 别人欠他 别人欠我朋友 啊 那就 多念点姐姐 这么就还 你要叫他还钱 多念点姐姐 就明白了吗 哦 好 这样心经的话呢 心经要不停的念的 心经要让对方 要还给他 要不停的念 哦 哦 好好好 这样 这样我理解了 好 感恩师父 好 再见 师父你等一下 好 哎 师父 你好 我那个 做婚时的 呃 这样子 师父 师父 你好 你好 呃 我现在 有有在吃犬 后 在在风水店上班 啊 呃 不是很好 对不对 对 风水店嘛 因为动人家因果的呀 比方说这个人又不念经 但是呢 他为了改变风水 让他家里有点财运 啊 那么这些业障 还是来找他的 那你提醒了他 叫他怎么样怎么样 那么那些 灵性本来要惩罚他的 那被你这么一调节 他风水好一点了 那么他的业障 就到你身上去了 那你 他就恨你了 因为你赚了他的钱嘛 听得懂了吗 我有在准备要放工作 有在找工作 啊 一边找一边求菩萨 反正反正你跟菩萨说 这些业不让我不会帮他们去背的 菩萨你原谅我 我很快找到工作 我就离开这里 那这样的话呢 菩萨就会不怪罪你 护法神也不会再怪罪你了 明白了吗 哦 哦 好了 师父您好 这是跟师父亲啊 你好 你好 师父我想请你让我写一下梦境可以吗 快点啊 你们打进一个电话只能两个人了 已经三个人了 不好意思 因为我之前曾经有做过 同样的梦 就是自己就是一直往上飞的感觉 曾经有做过好几次 这个是 往上飞是好事情 飞得多高啊 有时候就是整个人好像飞起 然后有两次是 人一直往上冲的感觉 哇 很好 修得很好 这个都是好事情啊 嗯 真的 答案师父 非常好 这个就是说明你的境界非常高 能够做个梦做到自己飞起来 都是境界很高了 嗯 好吗 好 答案师父 答案 再见 再见 没有什么问题了 好 再见 事父保重新奇了 好 再见 很安 好 再见 好 再见直播啊 感恩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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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你好 喂 喂 喂 你好 喂师父好 第一次给师父请安 啊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啊 请师父消灯 对不起 嗯 呃 师父是这样子的 想请问您几个问题 嗯 第一个问题是 想请问师父 现在很多年轻人 早上起床后 都不整理床 不择被子等 这样不整理床 在神学上 有什么讲究吗 有啊 我上次讲过的 你再怎么样 不整理床 你至少要把 要把 要把那个 那个那个被子啊 喂 你要把 把被子要翻 约开 你不能让这个床啊 就盖起来的 你盖起来就不好 盖起来像有个人 睡觉一样 那个鬼就可以躲 在里面睡觉 喂 嗯 我跟你讲话 你听到没有啊 听到 你唧哩呱啦唧哩呱啦 不要动呀 我再跟你讲话 就是说 你床上的被子 醒过来 就算你不叠被的话 你就把 床上的被啊 往后翻 翻一半 翻一半 听得懂吗 嗯 不要让人家 不要让人家感觉 你这个床 是有人睡觉的样子 明白了吗 哦 明白 啊 那意思是说 我们的被子 也要藏晒太阳吗 藏晒太阳更好 就是每天起来 你就是在懒 你也不能说 啊 把这个被子就是盖的 还是放在那个床上 要把它 一半你知道吗 把一半翻在那个 下一半 下面一半上面 棉被上面 就是一半的床 要露出来 对啊 上面一半的床 露出来 就是让 让人家灵性看看 我们这里没人的 你别来搞 哦 明白了 感谢师傅 然后师傅 还有几个梦境 想请教师傅 请问梦境上相识 油灯全部灭掉 是什么意思呢 哎呦 不好啊 说明你这个佛台上 有很多灵性啊 哦 那因为我梦到的时候 我是梦见 嗯 观音堂 但是我不记得 我不知道是哪个观音堂 但是我就知道 是观音堂的油灯 就是在我上香 还有一个通修上香的时候 就是全部油灯 都忽然间灭掉了 啊 这个不好哎 油灯灭的话 佛不来啊 哦 好 感谢师傅 然后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有一个星期六 在联谊会的时候 师傅就是开示了 上头相识 可以请菩萨 帮忙化解我们在 感情上的问题嘛 就是比如说 请菩萨帮助我们 化解我们 在前段感情 所做错的事情 然后呢 上头相识 我就就是圆灯的时候 我就和菩萨 拆毁前段感情 犯下的错误 然后也请菩萨帮忙 我让我不要再恨 就是恨我前段 感情的那个男的 然后呢 在以前的梦境 都是我不理睬他 但是他就一直在 缠着我 然后不可放我走 但是上头相识 我和菩萨说了之后 晚上我就梦见 他有新的对象了 然后他也变成一个 更好的人了 请师父 持人开示这个梦境 对你缘分断了呀 结束了呀 所以就是说 不要 结束了对吧 你这还不懂啊 就是过去你 被他骗 就是因为你欠他的 现在呢 你看到他了 已经有另外一个 就是你已经不欠他了 多好啊 还完 你把它当成贷款一样 还完多好啊 甘菩萨 但是昨天 我在 我今天早上 看手机的时候 就是看到他 昨天有发一个信息给我 那就是 我一直说 我还要再念 姐姐做一段时间吗 对啊 不要再去理他了 封掉他 这种男人跟你 这个今世无缘了 而且他欺骗过你 他永远不会再 真心爱你了 没完了吧 这种男人已经 不是人了 已经他这样 害过你的话 基本上 所以不好了 所以你没有任何必要 再去跟他好了 如果你再跟他好的话 就应遇着你第二次的上当 明白了吗 他那里 他那里感情 你知道很多男人就是 这个感情失落了 打个电话找那个男人 然后找那个女人玩玩 找到另外一个了 把这个又抛弃 他就不停的在这个当中 玩来玩去 你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我不会理他的 不要理他的 神经病 师父还有呢 就是在上头乡的时候呢 我就在请菩萨 就是帮忙我 让我不要再恨你一个亲人了 然后呢 晚上我也做梦到这位亲人 就是我梦见这位亲人 在看牙医 然后看到他坐在椅子上 然后桌子上的盆子 就是他们那个医生的 牙医的那个盆子 有四颗牙齿 但这四颗牙齿 都是中灰色的 但是我就记不清楚 这四颗牙齿 是被牙医拔出来的 还是即将要放进去的 请师父持维解梦 很简单了 已经断掉了 已经断掉了 拔出来了 就是说你跟他的冤结 已经拔掉了 没事了 牙齿本来就是亲戚 上牙是长辈 下牙是小辈 现在四颗牙拔掉 就说明你跟他没有缘分了 拜拜了 OK 好 谢谢师父 然后呢 就是另外一个梦就是 我最近一段时间 就是一直想被师父批评嘛 然后呢 有一天晚上我就做梦了 在梦里呢 有几位同修轮流表演 然后有位唱歌 有两位同修一起表演弹甘情 但是他们都是戴着耳机弹的 然后呢 唱歌的那位同修 就说他想再唱一次 然后师父也同意让他再唱一次了 然后他在唱歌时 我就在找两样东西 第一样找到后 我就踏出房间到外面找 但是感觉是在东方台那里 然后之后师父一看见我踏出去了之后 就很不开心 然后就马上就离开那个房间 就上楼去了 然后就是师父看也不看我 然后话也没有跟我说 就直接出去很生气了 然后我就看见您一个人上楼了 我就赶紧出去和您道歉 然后当时就感觉您真的非常生气 然后之后有一位表演钢琴的那个同修 他就过来跟我说 他就说 难道你不知道吗 师父很机会这样的做法的 然后之后我就很难过 然后我就不知道怎样 看到一个很大的摩天轮 感觉你摩天轮里面就是有很多人 听师父慈悲姐梦 师父因为什么样情况才跟你生气的 就是因为我在找东西 我在房间里找两样东西 我一件在房间找到后 第二件出去 一踏出去房间 然后师父就看到我离开了 然后师父就很不开心 对 我很机会就是说 弟子啊 在这个师父开吃的时候啊 走进走出了 不认真听啊 我很不开心的 明白吗 所以就是说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认真吗 不认真呀 所以你最后得到的国也不好啊 摩天轮了 摩天轮里面是什么 迷惑颠倒啊 听得懂吗 哦 人在里面轮回啊 在轮子里面转来转去啊 听不懂啊 嗯 明白了 对不起师父 啊 明白吗 嗯 好 谢谢师父 谢谢关心 不大 然后我想问一下 就是那位同修 那几位同修表演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一位师父在唱歌 然后另两位戴着耳机弹甘情 这个没有什么 这个人家在一门津津津 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学佛学书啊 哦 干师父 嗯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嗯 我然后就是我问到窗外有个那个 就是人们抽烟后剩下的那只东西嘛 然后有一位同修就和我说 他其实现在不怎么抽烟了 就是戒掉很很久一段时间 但是感觉在梦里 他的压力就非常的大 然后梦里就是感觉他戒烟很久了 但是就是这次没办法控制自己 所以就抽了烟 然后他也就是让我把关上的窗帘 再关好一点 就是不要有漏光进来 请师父慈悲解梦 这个同修是谁啦 嗯 悉尼的一位同修 啊 那就是说明他在退转呀 嗯 他被五欲六成退转了 千万当心 嗯 哦 好 那我和他说一下 对 叫他精进 不要跳对 好了 嗯 好了 感恩师父 师父辛苦了 再见 感恩师父 感恩关心菩萨 嗯 再见 好 听众妹妹 那么上半时节目就到这结束 我们继续我们的下半时 那么上半时会在今天晚上重播 那么下半时呢 我们会在明天晚上重播 好 那么我们继续我们下半时的节目